我听俄罗斯的咱们中国华人朋友说 到8月17号之前 咱们中国人必须离开俄罗斯 离境 有这个消息吗 这个是确确实实有的 但是前提是 如果说你的手续 就是你的签证 在俄罗斯的签证 如果说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你是可以不离境的 就正常生活 还有正常工作学习 如果说你的签证过期了 那你就都必须得离境了 如果说你不离境情况下 轻者是罚款 重者是你 直接给你驱逐出境 三年之内不能来俄罗斯 再严重的就是五年之内 你不能来俄罗斯 现在我的签证是合法的 然后但是我是特别想回国 前段时间我们护照和签证都丢了 今天打电话 大使馆通知我说 6月22号就可以拿到我的新护照了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要回去的话 我本来是想带着我媳妇和 就我们一家四口都回去 但是现在 今天问了一下大使馆 崔薇女士吧 现在还不确定能回 然后老大和老二吧 也不跟我回去 他俩能回 因为他俩属于是有俄罗斯的护照 还有咱们中国的旅行护照 到18岁之前 他俩都可以直接 就是和我一样 跟着爸妈 跟着我的身份走 就是回咱们国内 也是18岁之前 就像咱们中国人一样来回走 但是崔薇女士 她是属于是俄罗斯级 他现在去咱们中国吧 咱们中国对这个外国人吧 现在还没有 全面开放这种政策 所以说现在吧 挺纠结 是我到时候等着崔薇 一起回呢 还是我一个人先回去呢 把他娘撒搁这呢 你说 你说怎么办呢 大伙给点意见嘛 评论区评论评论 你说我是等着崔薇娘撒一起回呢 还是我一个人先回去